我要開始了,快快我們來 他是雙的 他是雙的水果 5 4 3 2 1 媽媽,小姐可以救我媽媽? 當然可以,來來來,拿去 還開心就拍照 拍照,拍照 拍照 拍照 哇,這兩聲音真的好酷喔 可是我好笑的,我要拍給你走 兩位 等著,你也要拍照 不是,我是來提醒你們 你們已經拍了很多張了 應該把張張金拿給你們看吧 那你也要玩,我還要找到你來看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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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他是大一軒 我們都有名牌 我沒有名牌 沒有文字 沒有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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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攝影師 是 是 你是音效 是不是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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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 遇到我前 母獅子 會給小獅子 找個 阿琴的地方雕塑 第三個報導 小魚 小魚 要給媽媽照顧 一年以上 她才會離開媽媽 五 是 五 三 五 十 五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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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接下来有我的主播为您报导 有一位女主人,她搬家了,没有把她的小猫带走 所以她的小猫很久都没有吃食物了,很可怜 所以我们都要来要去,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我们有养宠物的,不要随便乱去养她 谢谢观众,接下来有我们的主播为您报导 好,广告时间 准备了,准备了 四,三,二,一 看完了 爸爸,我要一只小狗 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买钱 妈妈,我们告诉你,想要一只小狗 好,我们去投入店买小狗 快一点 光宴光明 老板,我们要一只小狗 好,我带你们一起去看看 爸爸,我又要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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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买给你 老板,我们就是要这一只小狗 怎么照顾牠 爸爸,我们就是要这一只小狗 爸爸,我们就要打他去东西 我,打皮革,打皮革 我在高雄公園看到有一個小朋友 他在欺負小動物趕快來採訪 那我覺得為什麼那個小朋友會打那隻小狗 因為那隻小狗不給他做他的打 我就採訪他 小朋友為什麼要打那隻小狗 因為他不跟我走啊 不跟你走要有愛心的愛他啊 好 我知道了 好 你給我回爸爸媽媽的分別 好 這是我落記者 這是我落記者在高雄公園連線報導 希望小朋友家裡有兩寵物的表情不動用 愛他要餵他吃食物 這個 接下來有可能中主播為你們報告 各位觀眾您好 接下來有我中主播為您報告 一個尊重生命有愛心和責任感的公共機新聞 由我們SNG連線車為我們連線 在一個天氣良好的早晨 有一位貨車司機開著一輛小貨車 車上載滿了許多東西 司機開著開著 忽然間踩了煞車 貨車上掉出了一樣東西 可是呢 這個貨車司機 可是呢 這個貨車司機都不知道 還很快的將貨車開走了 過了一會兒 有一隻大紅公雞出來草原中散步 紅公雞一邊散步一邊唱起歌來 哥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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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公雞可以發現 卡維中了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啊 原來是一顆蛋啊 怎麼放在這裡 這是誰家的蛋 誰要照顧他啊 紅公雞決定要把這顆蛋帶回去 請母雞幫忙 花母雞 這是不是你的蛋 這不是我的蛋 媽咪怎麼可以幫我照顧這個蛋 不行 不行 我有自己的蛋要照顧 所以我不能幫你照顧那顆蛋 你要去找花母雞吧 謝謝花母雞 於是 紅公雞又帶著撿到的蛋 去找花母雞幫忙 花母雞 這是不是你的蛋 不是 不是 不是我的蛋 媽咪怎麼可以幫我照顧這個蛋 因為我有自己的蛋要照顧 所以我不能幫你照顧這一顆蛋 你要去找藍母雞吧 謝謝花母雞 於是 紅公雞又帶著撿到的蛋 去找藍母雞幫忙 花母雞可以幫忙照顧一顆蛋 小隻小菜 這是不是你的蛋 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我的蛋 不是 不是我的蛋 媽咪可以幫我照顧這個蛋 不行 我有自己的蛋要照顧 所以我不行幫你照顧 你還是把它放為原來的地方吧 謝謝 紅公雞 於是呢 我後天想了想 沒有母雞 願意要忙照顧多多汗 於是呢 把蛋放為原來的地方 單單坐白天 太陽公公出來 我是太陽公公 我可以照亮大天 讓大家彎來 還是等不到蛋的主人出現 再等到晚上 月亮婆婆也出來了 我是月亮婆婆 我有美麗的月光 還是一樣等不到蛋的主人出現 最後天氣開始變壞了 天空開始下起了大雨 我可以讓大地龍滿河 紅公雞 還是等不到蛋的主人出現 忽然間 紅公雞聽見一個奇怪的聲音 我是一隻小 你給那個蛋給我吃掉 不然我連你也給你吃掉 謝謝 爸爸用這個蛋給你吃 於是 帶著蛋 趕快逃跑 毒蛇因為追不到紅公雞與蛋 所以就放棄了躲回草叢中 好險喔 幸好沒有被毒蛇吃掉 也不然給它放在這裡 不然又被毒蛇吃掉 於是 紅公雞想到一個好方法 我想一個好方法 我來自己孵蛋 金色的母雞 知道紅公雞呢 要自己去幹什麼 全部都去找紅公雞 花母雞說 紅公雞 你是我們的大英雄 好 於是呢 紅公雞們就回到機社 去準備一些東西 讓給紅公雞孵蛋 紅公雞 你在孵蛋的時候 可以打毛蟹 謝謝 那個王母雞 嗯 王母雞咧 王母雞說 紅公雞這一些東西 給你帶 那個 你孵蛋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看出了 嗯 於是呢 藍母雞也準備了一樣東西 要送給紅公雞 紅公雞 紅公雞但是你要 你孵蛋的時候 可以吃東西 謝謝 於是啦 紅公雞就開始孵著 他撿到的這一顆蛋 一邊孵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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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孵娘還會看看 書 就這樣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紅公雞孵到睡著了 紅公雞睡著時 似乎看見自己的蛋 卻是孵出一隻大狗 紅公雞不是大恐龍 我會吃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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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紅公雞說 一定不是不是 不是 我是恐龍蛋 可是紅公雞又睡著 我是幹二 我會把你吃掉 啊 還好我的蛋還沒有孵出來呀 紅公雞繼續孵著他的蛋 過了不久 卻聽見蛋殼裂掉的聲音 這一顆蛋呢 已經開始孵化了 孵化住一隻小小雞 小雞自己叫著 爸爸 爸爸是你的爸爸 是你的爸爸 爸爸 爸爸 紅公雞現在每天 都帶著他心愛的小雞 一起在農場裡面散步 他呢 對 是 你 我一木 我那天 有 你 我一木 是 他呢 操縱 但 他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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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升聚